所以現在黨中央其實有很重要 就是說他接下來台灣民眾黨的走向 或者甚至我剛剛講了 他應該要出一個台灣民眾黨的宣言 到底是要怎麼樣 那如果要有從黨有需要我的話 那我的回答是我當然是一無反顧 那如果現在就用現行的制度亂下去的話 因為我現在還有一個台中市府顧問的身分 那我就繼續在台中地方深耕 對我來講我不管是 我想每個人都是要為黨好 那每個人也許都有一些情緒 但是最重要的我覺得都要放下個人的呈現 要團結 所以我才會講說 如果這個時候有人推舉黃國昌當代理主席 我當然是站在支持的態度 那如果黨中央有需要我拆筆出來效力的地方 我當然是一無反顧 在支持我們 我想每個人都有一些情緒 那麼也許多雙方都沒有 我想每個人都能做多少